大家知道,我们做人学佛,很多人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又有很多人很想到四圣道去,很多人在学菩萨,事为明者,要知道,孝弟,忠信,礼仪,廉耻,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连父母亲都不孝顺的人,台长在这里告诉他,你再怎么求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求四圣道,你是上不了天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孝顺,连对自己的亲人都不爱的人,这个人是属于没有慈心。 没有慈心的话,这个人在世界上,也就有百分之九十九,他没有这个意识。 也就是说,他没有崇尚学佛人的意识,所以他就学不好佛。 所以,好人坏人,其实都是被父母亲养大的,坏人也是因为你父母亲不教,好人也是因为你父母亲的教养。 所以,很多人不懂,以为坏人天生就是一个坏人。 实际上,父子不孝,父子过呀,孩子不好,父母亲都有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他的父母亲没有教养。 这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所以我们不管碰到谁,我们都要言笑,也就是说,要经常讲讲孝道。 我们遇到朋友,我们要跟他们多讲讲友爱。 我们如果碰到兄弟姐妹,我们要言公,也就是说,复合复顺。 我们碰到了任何的主谱也好,是领导和你的下属关系也好,我们要尽个人的职责和本分,这个视为善人。 也就是说,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又要跟人家说,又要教育人家,又不能自己发脾气。 我们从小就要有比性柔和。 我们纵然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我们也不生气。 我们一生,我们一生,从小要学会养成,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不生气。 因为一生你将碰到的不如意的事情,将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从小就要养成,我们碰到不开心,我们不生气。 我们时间长了,习惯了,以为自己的诚信了,不但自己有无穷的好处。 因为我们都能克服了,碰到不顺意的事情,我们也笑笑能过去。 而且呢,这些好处呢,还能使得你家庭和睦。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同样家里三个人,如果一个人脾气很暴,如果两个人脾气很好,你们说说看,是脾气很暴的人滑得来呢? 还是两个脾气不暴的人滑得来呢? 那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一个人暴的人,他一定身体不好,他一定过不了每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他碰到事情,他就会发脾气,他的瘦也一短啊。 而同样,另外两个,如果碰到什么事情,都不生气,因为他们从小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都不生气,他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了。 所以,他们没有感觉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会给自己造成伤害。 所以,他们不会伤害到自己。 这就叫道理。 所以,大家要明白,很多的儿女,因为你很懂得天让,很懂得不要生气。 所以呢,很多儿女呢,就没有夭折死亡。 很多人性情嫌善,实际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很大的好处。 而且,很多气量大的男人,女人,她的孩子,就会活得很长。 很多气量很小的男人,女人,她生的孩子,很多都是多病的,而且是多死的。 嗯,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切的道理。 所以,一个人气量者大,我们说,常生欢喜啊。 一个人,一个人气量小,常生烦恼啊。 所以,气量大的人,生出的孩子,瘦也长,气量也大。 气量小的人,生出的孩子,气量小,瘦也短啊。 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小气量小的人,虽不会马上死去,但是,他会生病啊。 因为他难过啊,他烦恼啊,他想不通啊。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需要有光明星来照亮自己的心 如果我们经常能够看见太阳 看见这个海 我们经常要想到这个宇宙 这个人间 经常关心一下国际大事 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宽广 台长认识一个有志者 这个人很有智慧 当他烦恼的时候 他就看看报纸 因为这张报纸上现在拿起来 全部都是那些苦难众生的一些灾难 这个地方被人家杀了 那个地方被人家骗了 那个地方地震了 那个地方水灾了 那个地方旱灾了 全世界的那些灾难 让他看到心里之后 他的心胸才会宽大 他想象一下 我这个人算什么呢 你看看人家受了这么大的痛苦 看看有多少人还饿死 多少人被人家骗 多少人被人家欺负 想想人家 再想想自己 我是多么的幸运了 我今天能够活在人间 我是多么的幸运了 我今天无病无灾 我是多么的满足啊 我今天能认识观世音菩萨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而看看那些非洲的小孩子 古兽如财 然后苍蝇满身的在飞 在盯他们 想想他们的卫生 想想他们的水 想想他们的吃 我们还能有什么灾 还有什么灾 灾难跟他们能比吗 我们是一群幸运者 我们是一群已经得到菩萨 救度的众生啊 只有我们好好的修行 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 这些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